大家好 我是丁哥 今天是6月10號 我們來看我哪上這顆記錄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我們看第一則 那個LINE是大家都在用APP 不管是你工作啊 私底下跟別人溝通 大家都在用 不過有個網友會抱怨說 最近使用LINE都很卡 尤其是在進到群組的時候 重新下載沒有用 不知道怎麼辦 那很多人看到了就跟他講說 其實要適時刪掉不必要的群組訊息 不管你是用哪隻手機 甚至於iPhone13都一模一樣 那他就有在問說 那大家的LINE是不是都很卡頓 還是在使用上 會有任何卡卡的現象 那其實後來他自己去檢查了 那個LINE佔手機的空間 佔了6G 那有可能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他是說 我把重新下載看看 只是這個狀況有沒有改善 他說有 但是過一陣子 就又恢復原樣 那這個時候他就問大家 結果下面很多人就開始有留言了 就開始回應了 那怎麼回應呢 就說 我真的是什麼 你那個很卡頓啊 然後甚至於 手機過熱打字會頓啊 什麼的就寫 哇就 講了一堆耶 好 那所以其實他們就說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些群組的話 你存太多了 那你刪掉一些群組 他們說其實狀況 其實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像有一個人就說 他刪掉了很多群組以後 他就變順暢了 那你會卡頓嗎 第二則之前 看乾爹傑森通訊 他們這禮拜 XR10 Mark IV 他說來傑森預購送總價值 4340元的豪華禮包 然後包含有防摔殼 保護貼 一樣有益生菌 還有一個什麼什麼 芝麻棉 那這支手機 他的定價是12,994元 然後防水夜排手機 而且電力達到5000毫安時 大家如果有興趣 想要預購的話 可以到傑森通訊 那他順便在6月9號到12號 有一個618前暖身操 他說三星的創銷的手機A53 限時空降5000元 有就是說現在只要10,990元 你就可以有三星A53的8GB的RAM 加256GB的儲存空間 那另外三星有個A33的降4200 那現在只要8790元 那所以我看看蘋果 我講一個就好 蘋果的iPhone 13 Pro Max降了3410元 然後是256GB的iPhone 13 Pro Max 他現在只要36,990元 其他的人 你可以到傑森通訊去看 我們來看第二種 三星其實預計在8月份 有推出新的折疊機 Z Fold 4跟Z Flip 4 那發表時間了 被洩漏了 那個推特的報道達人就說 三星準備在8月10號發表新的折疊機 那首發當天 其實就會開始預購 那發售時間是在8月26號 他有提到說 Z Fold 4 他會有黑色綠色淺褐色三色 那Z Flip 4會有黑色紫色跟玫瑰金 還有藍色共有四個顏色 那S22系列 也會有一個薰衣草的一個新色 那在這個時候 他也會同步發表那個手錶 那Galaxy Watch 5 一樣是在8月10號那天會一同發表 8月26號上 那一共會有三款的機型 那包含了40公里的還有44公里的 那還有一個是46公里的Galaxy Watch 5 Pro版 那大家也可以來仔細看一下 所以其實在8月份三星 在不管是手機手錶 甚至於有耳機 我覺得搞不好 AO耳機也會有新版 那大家其實可以進行期待一下 看第三者 iOS 16的Beta版 我的影片看了嗎 沒有看趕快去看了 那我們今天晚上也有 iPadOS 16的Beta版的影片 還有iOS 16回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那我們有做實測 晚上影片記得也要看 那先講一下 雖然iOS 16現在是Beta 1 但是其實現在目前是iOS 15.5 但目前有傳出一個Bug 什麼Bug呢 就是他會導致用戶的流量被超量使用 那引發額外要付費 那甚至於他說手機會有更耗電的問題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有沒有中招的話 你可以到設定行動服務 到系統服務裡面去檢查時間位置 那看一下流量達到多少GB了 那如果很多的話 就是你遇到Bug 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不幸中招的話 網友有支援怎麼辦呢 到Apple支援 那個客服的意見 可以讓用戶再做一個救急 然後或者是暫時關閉iOS系統的定位服務 需要時候再把開啟就好了 那你可以立即解決這個問題 那設定的位置 在什麼地方就設定隱私權跟定位服務裡面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那說實話 我覺得因為現在是iOS15.5 接下來也會更新到iOS15.6 那這個Bug 我相信在iOS15.6的應該就會解決了 而且我覺得iOS15.6應該發布日期也快了 那現階段我們就先用手動整理吧 所以這一個是 沒有那一部分人呢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結構可以解決的 那些有守護者 好明agem 那就是從那裡 這個大家可以解決的 其實我們是從那裡 可以解決的 我只想把你解決的